大家好 今天來分享前期可以用到中後期的神器獲取方式 魚長劍攻擊直接破200 還加一堆附屬能力 首先我們從梧桐村的上方走 往岩浮鎮的方向 接著再一路向北走 再丟上那個白龜洞 一進來可以先存個檔喔 一路往西邊走 這邊的怪全球基本上是打不贏的 所以要躲怪 我會建議這樣繞一圈走會遇到怪比較少 上完這個階梯就快到目的地了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頭目 它在下面就有寶箱 打開可以獲得魚長劍圖紙 還有一件無品的飾品 接著把圖紙學了 倒鐵匠不會發現我們的鍛造等級遠遠不夠 而且材料也都非常缺 冰鐵錠比較簡單用金剛錠合上去 寶鐵錠的寶鐵要到珠海的地圖上採集才會採到 我們從昨天介紹的城隍廟 一路往右邊走到底 會看到前方有個珠海 整個森林只有一塊寶鐵礦非常稀有 先一路往東邊走 到這邊要往北邊走進這個小道 有沒有看到這顆閃閃發亮的石頭就是它 還有一個地方有寶鐵礦 北邊這邊有個白地湖 進來以後第一個礦石也是寶鐵礦喔 接著東北方向走有獄髓礦 往回走過橋還會看到一塊玉髓礦 挖一塊可以得到兩到三顆 玉髓礦就是我們另一項材料墨浴的來源 這邊要注意它會在我們的藥瓶欄裡面 點開它會隨機得到各類的礦石 所以開之前可以先存個檔 就可以來拆盲盒囉 我先開五個 結果沒開到 如果你只有五個的話那這邊就要重新讀檔了 好險第二次就要開到了 目前材料上都準備的差不多了 現在就是差經驗 如果你有常去高等的地圖拓荒 其實會拿到不少的礦石 這時就可以選出到不同種類的礦石來增加經驗 還有另外一種練經驗的方式但需要有一些存款 我們從五當派一直往右下方走 再一直往南走我們要去彈城 一進來後一直往上走 跟江陰交易 可以在他身上買煤炭來練等看你差多少經驗 買完之後往東邊走 這邊有個鐵槍鋪就可以拿來練經驗囉 你們看兩個煤炭可以換六經驗 這遊戲製作的武器比野外打造的成品強一倍 你們仔細看右邊有機率會出現的附加屬性 基本上除了命中我覺得其他都蠻強 最多就是附加四個屬性 可惜沒有閃避加集器 對了製作前技的存檔 屬性不滿意可以重製作喔 再來試試看第二把 這次是沒有精通其他都有 勉強還行啦 以上為前期最強神器 魚長劍的獲取全攻略 有了這把可以用到中後期呀 喜歡我的影片幫我按讚訂閱分享加開啟小鈴鐺 我是小楓我們下次見